斗罗竟然要出大电影吗 对于斗罗出电影很多人说是谣传 但斗罗官方刚刚发布了消息 表示国漫年播剧场版正在筹备中 超时常制作《巅峰之战》一次看过影 这也就代表石锤斗罗要出大电影了 而且应该不止一步 因为只出一部接下来的剧情根本讲不完 众所周知斗罗目前的总集数是250集 如今距离动漫完结只有十几集了 按照动漫的剧情进步 到250集应该是唐三结束第一次嘉陵关大战 奔赴海神岛传承海神之位 而斗罗的大电影正式围绕三神大战来展开 我们可以看到海报 唐三手持三叉戟站在最中间 左边的是罗刹神笔笔东 右边的是天使神千刃雪 三神大战是整部剧最精彩的故事 而每周只有15分钟的时长 让很多网友直呼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没想到玄机娘娘直接玩了一把大的 搞出了电影版 但这个电影版是在电影院放映 还是直接可以在腾讯视频看 这点还不知道 但小编推测应该是可以直接在腾讯视频看的 一是因为海报上有腾讯视频VIP的字样 二是前段时间西行记也出了电影版 可以直接在腾讯视频观看 对此我推测斗罗电影版 应该也可以在腾讯视频观看 唐三返回海神岛后 波塞西献记自身助力唐三成就海神之位 史莱克六怪全部晋升封号斗罗 唐三返回大陆在战比比东千任许 没想到被二人联手杀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唐三死了 天斗大军败了的时候 修罗神找到石神和九彩神女 让他们辅助自己的传承者 也就是荣荣和小傲 一起复活了唐三 复活后的唐三双神共存 修罗神归位击败比比东和千任许 这么多剧情一场电影肯定播不完 再加上原著烂文 很多人的结局都没写 玄机肯定会加以完善 对每个人的结局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看清楚了 修罗真身 修罗神汉 修罗神 修罗神